社會主的人執政跟自然主的人執政差別 有什麼差別 醫生是救人的不是害人的 所以基本上醫生就不太適合重症 我們講話太直接了 我不可能我們兩個在開鬥跟你講文言論 知乎爺者 假面完病就死了 2019年我去美國國務院 然後就那個CIA的 然後國家安全部人 一大堆interview 我發現他們在跟我interview 對我最有興趣的是什麼 你知道美國自開國以來 沒有一個總統是醫生 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 沒有一個首相是醫生 然後他們查過全世界 政治人物裡面是醫生 只有馬來西亞的馬哈蒂 他是加醫科 就只有美國CIA的資料 他們查不到有外科醫生當政治人物 一開始我很得意 想說哇 I'm very special 全世界 他們美國CIA的資料庫 查不到有外科醫生 特別是重症外科 你知道嗎 沒有重症外科醫生當政治人物 我說議員那個當然有 我說不要high rank 一開始我很得意 但是我回來想一想 我就覺得很沮喪 為什麼你知道 存在就是真理 存在就是真理 那沒有就表示什麼 這個行業不適合 統計上的概念 如果很多就是 那後來知道 為什麼外科醫生 不適合當政治人物 第一 外科醫生 第二 醫生是救人的不是害人的 所以基本上醫生就不太適合重症 因為他們每天都想要害人 要抹黑 要怎麼抹黑他抹紅他 要把他沖康 要把他沖康 第二 特別是外科醫生 醫生很少聽到謊話 你不會右邊痛跟醫生說我左邊痛 精神科才會聽到謊話 醫生 外科怎麼會聽到謊話 所以我們長期以來 我們外科醫生 失去了辨別謊話的能力 一輩子 不要聽到謊話 所以當醫生很少聽到謊話 我要去當市長很少聽到真話 一時間 一時間 一時間改變不來了 所以我那個辨別謊話的能力 是當市長又慢慢訓練 慢慢一次一次的湊著當學 所以 不會害人 又不會說謊話 很少聽到謊話 也不太會說謊話 我們很少 你說我們要騙病人 不太騙病人 還有一點 我們講話太直接了 為什麼你知道 特別是外科醫生講話太直接 你現在我們兩個在開刀 那你說我的助手 我現在跟你講話 你一定要聽得懂 我不可能我們兩個在開刀 跟你講文言論 知乎野者 講沒完病就死了 所以開刀十堆時 一定要clear card 我講一定要聽得懂 對不對 一定要聽得懂 所以我每次講 用那個笑話 強心劑要打 一支就一支 半支就半支 我不會跟你說 強心劑打半支到一支 你到底是要打多少 然後每天他們就說 欸市長我們要模糊 所以我們 我們太clear card 我們shake forward clear card 還有一點 我們動作太快 因為我們的訓練就是要快 可是政治上 有時候不需要那麼快 可以慢一點 我也覺得有時候可以 不見得每一天都古巴危機 驚爆十三天古巴危機 油是油啦 但是畢竟不常見 可是你看我們在 我們在CPR的時候 你知道 我以前在台大 你知道 像急診處說 誒科幣 要裝ECOM 我只能想大概30秒 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我如果說裝ECOM 我下命令 你知道 十一萬 起跳十一萬 拆風那個 那個耗材就十萬 手術也一萬 就十一萬 那是起跳喔 然後每天的費用 是一到三萬 因為你要打抗生素 打什麼 數學什麼 那如果很複雜 那有時候最高一天三萬 最便宜的 那一天一萬 所以要想說裝 就開始算錢了 那你就不裝 就給他死吧 可是你只能想30秒 為什麼 因為心臟停超過五分鐘 就不要救了 因為缺氧超過五分鐘 你救回來 腦死或食物人 你要幹什麼 你把救回來幹什麼 所以你要想 你只能在30秒內決定 我要救還是不救 哇這個壓力很大 所以在議會很少 很少說我要在 在政治裡面 很少說我要在 30秒內做決定 可是我們在外科沒辦法 我們在急診處或是說 那個加護病房CPR 血在噴了 那一定 你就只有 你要30秒決定 算給他死 還是我要拚下去 所以後來 基於很多理由 你知道 還有一點 外科醫生太Pratical 我以前在 你知道我們在台大的時候 每次在嘲笑內閣說 說要整齊把全破 要被我們聰明了 沒有 說要整齊把全破 要被我們聰明了 所以我們是 outcome決定一切 我們太注重那個結果 太注重結果 所以我們 我們不會說偽好人 什麼偉大的願景 講老半天病人死掉有什麼用 所以回答你的問題 這樣講又不好意思 這個 這個 這個要怎麼講 你看 高翁安的思維就跟 跟其他政治人不一樣 因為他就理工科 我們醫學院的 所以 所以 其實我們的講話邏輯跟 跟 跟 你說對照組 邏輯不太一樣 所以 回答你的話 其實這樣 理工科的 比較 不適合在政壇生存 不想騙 不想公佛蘭 連貪污都不會 我個人當然是比較喜歡理工科的 這有個影響 因為 有一次我發現 我們 台北市政府 一級主管 你知道 裡面文科的非常少 為什麼 因為市長是醫生 所以 所以後來 黃珊珊算是理會 我們 黃珊珊之前 你知道 他在黃珊珊上班之前 我們的局長裡面 醫學院加工科 大概佔了八九成 倒過來 我們只有 不是理工科的 沒有幾個 這是台北市政府 很奇怪的地方 所以民調很低 因為 有時候還是要願警 要什麼那個 其實我跟你講 以後你會長大 就知道 在世界上很難聽得下去的是實話 有時候 有時候你也知道他在講謊話 可是你就是不想聽實話 真的 我講跟你講 有時候你就是 你明明知道他在講謊話 可是他真的 他真的跟你講實話 你反而受不了 他跟你講說 你女朋友會跑掉 就是你不夠帥 不夠有錢 他們就不能這樣講 啊 他這個 這個女的水準太低了 配不上你 事實的真相是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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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這個郵吉的唱作者 就趕快去follow他哦 你有發現其他這次爆紅錢力的影片嗎 趕快投稿給大人秀吧 點擊下方 觀看更多有趣內容